焦点拉回国内 我们来看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写写文章 写写小说投稿的经验 如果没有获得青睐的话 当然是万坛自己没有写好 但是这个人不一样 他恰恰他要烧掉出版社 这是一名男子在脸书上扬言 说自己的小说没有被重视 他要把出版社烧掉 哪个出版社这么倒霉呢 就是曾经帮九把刀出版小说的 盖亚出版社 他还威胁要对总经理不利 同时他扬言要烧掉的 还包括了春天出版社 以及明日工作室 脸书粉丝专业上充满激烈言论 还放上多位声称是 粉丝团管理员的照片 扬言要以激烈手段烧掉出版社 被锁定的出版社 就是曾经帮九把刀出版小说的 盖亚出版社 意思因为写小说 却没获得出版社青睐 有网友成立了粉丝团 在脸书上扬言要在3月9日 放火烧掉盖亚出版社 甚至威胁要对出版社的总编辑不利 目前是把一些非必要的公开活动都给取消了 警方看可不可以尽快在3月9号之前 把这个人特定下来 因为一个已经可以预知的危险 假如真的发生 我觉得这对整个社会治安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除了盖亚出版社 另外像是春天出版社明日工作室 也都是证明男子的攻击目标 网友看到这个粉丝团的激烈言论 随即报案 出版社也已经委任律师 寻法律处境解决 也希望警方尽快掌握 粉丝团管理员的心中 杜绝有心人士的暴力行径 这就网络远台北采访莫德